鼠蛇人在过去2022年以来,过了一段不是很如意的时间,主要也是因为生效鼠蛇人的性格导致,因为自卑所以鼠蛇人你就会害怕,你害怕失败,你害怕别人的眼光,你会觉得周围的人全是抱着讽刺,打击,侮辱你的眼神在看你,因此你不敢去做。 所以,你用一个本来不应该贬低自己的因素在贬低自己,而当你失去了勇气的时候,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门都被关上了。 其实,鼠蛇人拥有很强大的人生底蕴,他们人生历练也很多,鼠蛇人,他们不是社交恐惧,也没有交流障碍,就是懒得认识一些不想认识的人,也懒得应付一些不想应付的事, 因为他们内心明白世界上,没几个人对自己真心好的人,所以过去他们只想把时间用在值得的付出的感情上。 时间进入2023年之后,已经迈入5月了,建议鼠蛇的朋友这时应该一改过去颓废的心态,这是更是翻卷衣袖加油杆的很大情况,自4月开始,鼠蛇的朋友也可以感觉到运势的改变,工作与劳动量明显增加, 只要改变心态,自身并不会感觉艰辛,提起劲吧,让大家看到鼠蛇人干净十足的变化。 生肖蛇的人,2023年今年上半年,喜事连连,家里好运持续,有希望更改早期阵子财运收益,看不到高涨,求财不如意的状况, 今年事业运不会很平淡,状况一直在往上好转,到时候吉祥如意发横财,堆金机遇,衣食住行,一片火爆,过完2023年鼠蛇的朋友。 老师预测你会人面桃花,赚得盆满钵满。 另一方面,针对一部分生肖蛇的人来讲,事业中不如意识,经常出现,可是要是调节良好的心态并谋划方策, 勤奋随着好运,将来事业将青云直上。 鼠蛇的人来到四月下旬,起先迎接失败的人生,后贵人相助帮,万事顺,有希望解决出七阵子横财运欲阻,日常生活基础,没啥大喜事产生的情况, 待机会一到,金银满屋罩,好好过日子。 鼠蛇人有开阔的胸襟,无论是对关系亲密的人,还是陌生人都不会小赌蛇肠,不太在意一些琐事, 他们对朋友都是非常讲义气的,意子摆正中间。 生肖蛇人在近期仿佛踩了走好运,由于他们无论干什么,运势都很好。 即使他们在工作上试着一个之前从来没有试着过的新类型,他们也可以取得成功。 在工作上还发展了新的业务流程,这种新业务流程就要他们的薪水也获得了高涨, 促使生肖蛇人会获得二倍的收益,不但获得了自身高涨的薪水, 并且还获得了自身始料未及的横财运,因此生肖蛇人就获得了数倍的金钱, 他们他是喜不自胜。 鼠蛇人,他们成熟稳重,聪颖仁慈,平易近人,俘虏常伴。 他们大多洞察力极其敏锐,善于交际。 懂得观察人,对于浑身充满正能量他们,无论走到哪里,都会给身边的人带去温暖。 未来,鼠像蛇贵人相助,登门拜访,喜事多多的,财运方面, 正财偏财都大爆发,钱财赚干万,他们贵中求财,方向提升,自力更生。 有关鼠蛇的朋友而言,财子迎面,他们必然可以奋勇争先,财官逢源,财举八方。 从2023年以后,鼠蛇人,总体好运都是转衰为旺,先于大翻身。 除开赚钱的才能进一步提高,工作方面也是大有起色,花销也会节节攀升, 重任运达逆水行舟,未来大富大贵之时也很近了。 以下老师在说说,不同年份鼠蛇人在2023年的运势分析, 1953年出生鼠蛇人2023年运势,出生于1953年的鼠蛇人在2023年的综合发展是非常不错的。 这个年纪的他们虽然退休在家,没有了工作,但是却有着很可观的退休金。 即便是那些自由从业者没有固定的收入, 但是通过大半辈子的积累和打拼,手头拥有着丰富的积蓄和产业。 而且,此时儿女大多也已经长大成人,能够给予一定的经济支持,所以不用担心经济方面的问题。 1965年出生鼠蛇人2023年运势,1965年的鼠蛇人在2023年整体运势不错, 在健康方面,大部分人都会拥有着稳定的身体, 平日里很少会出现不舒服的情况。 而且事业进展的也很顺利,不管是上班一族还是自己做生意的朋友, 都能在所属领域当中取得理想的成就。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,65年鼠蛇人在今年命犯小人, 身边可能会出现一些不怀好意的竞争对手, 一定要加强警惕,同时也要规范好自己的行为, 避免被人抓住把柄,影响到自己的前途。 1977年出生鼠蛇人2023年运势, 77年的鼠蛇人在2023年可能会有婚姻危机, 人到中年,与另一半之间早已没有了刚结婚时的甜蜜, 伴随着生活矛盾的不断增加, 两个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总是互相嫌弃, 而且在许多事情上也无法达成共识, 将导致家庭纷争不断, 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得家宅不宁。 鼠蛇人要尽可能地改变这种相处模式, 对待另一半也要多一些包容和理解, 遇到问题多自我反省。 如果一直如此, 可能会引发婚姻危机, 甚至还会被第三者趁机而入。 1989年出生鼠蛇人2023年运势, 1989年的鼠蛇人在2023年的综合发展是比较不错的, 在此期间他们的事业能够取得突破性的发展, 特别是从事销售行业的朋友, 能够开发一批新的客户资源, 业绩大涨, 收入各方面都会比过去有明显的提升。 而且, 89年鼠蛇人本年度的桃花运也非常旺, 单身的朋友在此期间, 有机会结识到一些比较优秀的对象, 但是在追求的过程当中, 可能需要多花费一些心思和精力, 同时也要表现得真诚一点。 2001年出生鼠蛇人2023年运势, 2001年出生的鼠蛇人在2023年22岁, 这个年纪刚走出校门不久, 虽然没有丰富的社会经验, 但是只要为人真诚, 老实厚道, 做事特别认真, 能够用心做好自己的事情, 那么在工作当中依然会得到不少的机会, 与身边的同事也能和谐相处。 不过01年鼠蛇人本年度的感情生活呈现得不太理想。 恋爱中的小情侣会因为对未来的规划不同而分分合合, 这段感情也会耗尽两个人的耐心。 如果觉得确实不合适, 要及时止损, 因为一直纠缠下去, 到头来只会让彼此都受到更多的伤害。 2013年出生鼠蛇人2023年运势, 2013年出生的鼠蛇人在2023年只有10岁, 这个年纪正处于活泼好动的阶段, 他们好奇心强, 对一切未知的事物都充满了好奇, 但是唯独对学习兴趣不大。 而作为父母和老师, 对待孩子一定要有耐心并给予鼓励式的教育。 因为这一年出生的鼠蛇人自尊心比较强, 如果经常打压的话, 只会让他们变得更加叛逆和任性, 而给予一定的鼓励和引导, 可以让他们慢慢地对学习产生兴趣, 同时也会增进亲子关系。 另外, 13年鼠蛇人本年度也要注意个人安全, 特别是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, 一定要谨遵交通规则, 不要闯红绿灯, 以免发生意外。 以上是2023年整体运势较佳的生效, 没有说到的朋友也不要气馁, 天道酬勤, 要记得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 福气满满, 财气满满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